家乡政府邀请美女老板回乡投资 还表示只需要搞生产加工就够了 可五年后建起来的厂房却成了违建房 被强制拆除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事情还要从母与熙接到 自己老家镇政府的电话说起 那是2012年5月 浪中是薄压镇政府的工作人员 给母与熙打来了电话 想要邀请母与熙回乡投资建厂 因为母与熙早早就外出打拼 靠着自己的能力 在广东开了个珠宝加工厂 每年的收入也非常可观 薄压镇领导觉得她有能力 就希望她能带着 自己的乡亲们一起发家致富 让家乡尽快摆脱贫困 正好家乡准备规划 一个中小企业工业园区 母与熙一听这个消息 心中也是高兴的 但是同时她也比较犹豫 因为她在广东的工厂 已经稳定收益了 有稳定的货源和销售渠道 如果回去家乡 那就意味着一切都要从头再来 面对她的选择难题 镇政府很快又拿出了自己的诚意 他们表示 只要母与熙能回来投资建厂 他们会帮母与熙搞定 所有的土地使用问题 她只需要搞加工就行 面对家乡政府如此热情的邀请 再加上人马 总有些家乡情景 所以母与熙略意思索 就同意了邀请 2014年6月 她处理好在广东的生意后 带着行李就回了家 果然 她得到了政府的一路绿灯 土地流转和租赁所有的手续 都是政府帮忙出面去办的 所以母与熙的珠宝加工厂 很快就建起来了 和母与熙一样在规划的 产业园区建厂的 还有另外四家企业 其中还有个摩托车加工厂 由于母与熙是第一个响应 家乡政策回来投资的企业家 并且为了增加当地贫困户的收入 母与熙还将工厂 10%的股份让出来 给了当地100多家贫困户 而这些人共享银行贷款了 100多万入股 母与熙想着自己有能力 能帮就帮一下 还表示可以帮忙偿还银行的贷款 而工厂建起来后 村里不少在家照顾孩子 或是不方便出远门的人 也有了就业岗位 所以当地部门对他的珠宝厂 也是大力宣传推荐 还有不少政府部门过来参观 对他的加工厂也是赞不绝口 本是双赢的局面 但是2019年时 他正在外地接见客户 却突然接到政府领导的电话 说是土地方面有点问题 需要他回来协商 他一听连忙答应 表示自己一接待完这个大客户 就立刻回去 给他两天的时间 政府领导也没多什么 沐雨昕没有多想 送走客户后 他就马不停蹄地往回赶 可回去后他傻眼了 因为原本工厂的位置 早已没了他盖好的厂房 里面的设备也全都没有了 只有一片被拆的七零八岁的废墟 他不知道为何会这样 于是带着满腹疑问 他找到了博压镇政府 询问为何要在他不知情的情况下 强拆了他的厂房 而随后政府给出的解释 更是让他无法接受 美女老板响应家乡政府号召 回乡创业投资 带动当地经济发展 增加税收 却在一夜之间从身价千万的大老板 变成了负债累累的失信户 这中间究竟发生了什么 沐雨昕看着被拆掉的厂房 生气的来到镇政府所要说 可镇政府却表示他盖厂房 所占用的土地属于耕地 所以按照国家的相关规定 占用耕地是非法的 因此他的厂房属于违建 所以已经对其强制拆除了 沐雨昕很难接受 因为当时土地流成这一块 全部都是政府去办的 当时他也质疑过土地的使用性质 毕竟耕地不能随意占用 而且合同上写的是 租用杨禄村8.88亩的土地 用于种植农作物以及农产品处加工 并不是他开的珠宝加工厂 租期为45年 面对质疑 镇政府拍着凶土表示这不是问题 随后政府部门变给 沐雨昕开具了一张场地证明 上面清楚地写着租用期母币 从事珠宝加工和销售 租期为45年 而证明上还加盖了镇政府的公章 沐雨昕这才没有多想 便在材料上签了字 之后便交付了租金 等所有手续下来 他便着手盖起了厂房 一直到2018年底 杨禄村村委会和镇政府 也给沐雨昕开了 好几份土地使用证明 而村里的村民也都清楚 沐雨昕的珠宝加工厂占用的是耕地 那就证明无论是政府还是企业 亦或是个人 都是知道这块土地的使用性质的 沐雨昕顿时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 而村民们对于加工厂 被拆仪式也是颇有怨言 因为不少村民 都在加工厂干了一段时间 厂房突然被拆 他们的工资也没有办法领了 而当时政府承诺他们 会给工人发放他们 在这里上班的工资 但是很长时间过去了 村民们也并没有拿到该得的工资 更不用说之前贫困户们入股的分红了 贫困户们本来就不富裕 现在更是雪上加霜 记者了解到了此事 便来到薄压镇政府了解情况 政府表示当时他们是有一个规划 决定在这片区域建造一个创业产业园 但是这只是一个想法 后来因为一些原因就没有实施 而母雨昕的厂房很不巧 就建在了当初政府承诺的规划圈内 但当记者要求薄压镇政府 拿出详细的规划图时 政府工作人员 却开始顾左右而言他始终不正面回答这个问题 要么就是以图纸时间有点久了 不好找围游来推具 不过记者从村民口中了解到 当时那片区域是有不少新建起来的工厂 都是政府以招商引资引进来的 还有一则报道也说过 这片区域内有五家工厂 都是年产值在三千万以上的 对于为何在明知是耕地的基础上 还要规划工业产业园 镇政府给出的解释是 这并不是基础农田 如果符合规划 是可以用作工业厂房的 针对这一点 记者又向世国土局和政府了解了相关情况 这一看事情变得更加复杂了 女子回乡创业却反备称 不仅平白多了一份八十多亩的租赁合同 还被判定违规检查 几年心血毁于一旦 甚至一夜之间从身价千万 变成了负债累累 事情的发展如何了 记者从浪中市人民政府了解到 穆玉西当时的土地申请是要用八十七亩 用于种植 加工以及道路建设 而且没有经过允许 是不可用作其他用途的 而他们在给国土局的答复中 也是确认了这一点的 随后 记者又找到了国土局 想要了解更加详细的事情 随后 工作人员就拿出了两张收据 一张是土地租金四万多 一张是农产品加工保证金八万多元 但是对于这两张收据 以及八十多亩的核桃 穆玉西表示自己从来就没有见过 更不可能在上面签字 同时工作人员还拿出了一份之后证明 上面显示杨禄村已经将穆玉西上交的八万多保证金 给到了承包库手中 上面还有村委会的公章 但是村委会却否认了这张证明 表示可能是为了跑手续 而开的假收据和证明 而姆玉西这几年所交的租金 也全都是按照八亩多地去交的 所以这八十多亩的合同 以及收据证明 全都是假的 而这些假材料使得政府批复了合同 而拿着这些合同 姆玉西建起了加工厂 姆玉西一气之下 将博押镇政府搞上了法庭 虽然最终她胜诉 法院判定博押镇政府强制拆处 珠宝加工厂属于违法行为 但是姆玉西的损失却无法追回 为了还工人的工资以及欠下的债务 姆玉西不得不再次选择外出打工 手机的费用 为了解图 不再次选择外出打工厂属于违法行为